苦肉计,粥鱼打黄盖 再说曹操,平白无故的损失了十五六万只剑,气得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有人向他建议,为什么不派个人到东吴去假装投降 这样,既可以及时得到江东的情报,到时候又能够礼宜外合 曹操心里一琢磨,这倒是个好主意 可是派谁去呢? 大家一商量,觉得派蔡茂的足弟副将蔡中蔡和特别合适 当天夜里,曹操把蔡中蔡和叫到大仗,说出了这件事情 蔡中蔡和马上说,请承江放心 我们俩的妻子儿女都在荆州,我们绝不会有二心 您就等着吧,我们一定拿着周瑜和诸葛亮的脑袋回来见您 曹操听了非常高兴,重重的赏了他们一些金银珠宝 第二天,蔡中蔡和就带着五百士兵驾船悄悄的到东吴去了 这时候周瑜听说,曹军有人来投降 就让把他们带进来 蔡中蔡和见了周瑜,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一边哭一边说,周都督,我们是蔡茂的兄弟 曹操老贼无缘无故的杀死了我们的哥哥 我们决心为哥哥报仇 今天特意带着五百弟兄前来投奔都督 以后一定努力为都督效劳 周瑜看了看他们 没多说话就收留了他们 还赏给他们一些财物 周瑜看看他们走了 对甘宁说 哼哼,这两个人,不带家属,只身来详 分明是假的 是曹操派来刺探我军情报的间隙 我想来个将计就计 有意给他们提供一些假情况 你们要好好相待,注意提防 等我出兵那天,先杀了他们 用他俩的脑袋系齐 你们千万小心,别让他们看出破绽 这天夜里,老将军黄盖悄悄地来到周瑜的大仗 对周瑜说 都督,曹操兵多,我们兵少 不能对峙的时间太长 都督,为什么不采用火攻的战术 周瑜说 我也是这样想 可是曹操离我们那么远 这火怎么放呢 都督,只要找些小船 装满芦苇干柴 点着以后就能变成火船 火船直冲曹营就能大获全胜 可是火船只有到了曹营跟前才能起作用 如果曹操老远看到火船 用几只船就能挡住 都督,我有一条计策 不知道行不行 说着,黄盖趴在周瑜的耳朵旁边轻轻地说了起来 他一边说,那花白的胡子一边抖动 周瑜听了,激动地一把握住黄盖的手 老将军 这样行动非常危险 还得让您受皮肉之苦啊 呵呵呵呵,都督,您就放心吧 说完,他也握住周瑜的手 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二天,周瑜把文武官员都召集在一起 也请来了诸葛亮 周瑜说 周瑜 眼下曹操非常猖狂 他带领百万大军沿江驻扎三百多里 看来,我们只能做长期作战的准备 现在,我命令周瑜将领 去领取足够用三个月的粮草 准备长期防守 话音没落 只见黄盖走上前来 不要说领三个月粮草 就是领三十个月的也没用 依我看,我们现在就跟他打 如果是在这个月内能打赢他就打 如果打不赢 哼,还不如投降算了 周瑜听了 啪的一拍桌子 黄盖 我奉主公之命带兵破槽 为严肃军纪 主公特把他的宝剑赐予我 并交代说 谁再敢说投降二字 并斩不饶 今天不杀了你 难以服众 来人 把黄盖给我拉出去 斩首 黄盖听了也特别生气 我自从跟了孙将军 身经百战 你年纪轻轻 懂得什么 气得周瑜暴跳如雷 拉下去 砍了 将领们急忙跪在地上为黄盖求情 周瑜气呼呼的还是不肯饶恕 将领们又苦苦哀求了好一阵 周瑜才说 好吧 看在大家的面子上 就先不杀他 但要拖出去打一百军棍 武士们立刻把黄盖的衣服脱光 摁在地上就打 将领们又苦苦哀求 周瑜才同意 先打五十军棍 虽然是五十军棍 黄盖已经被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直流啊 一会儿功夫就昏死过去好几回 看到这种情形 将领们都为黄盖叫驱 只有诸葛亮一个人不动声色 鲁肃回到船上 十分不满的对诸葛亮说 今天周都督这样对待黄盖 我们因为都是他的部下 不好当面触犯他 先生 您是东吴的客人 为什么也不帮助劝劝呢 哈哈哈哈 子敬啊 子敬 难道你真没看出 这是周瑜有意在演苦肉鸡 让我怎么劝 周瑜打算派黄盖到曹营 去假投降 故意演戏给蔡中蔡和看 好让他们把这情况报告给曹操 如果不这样 曹操怎肯相信呢 鲁肃这才明白了 诸葛亮知道 周瑜又会向鲁肃打听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于是接着说 紫敬 记住了 见了周瑜 千万不要说我已经看破他的计策 只说说我也和大家一样埋怨都督太薄情 不应该这样独打黄盖 鲁肃见了周瑜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 周瑜问鲁肃 诸葛亮怎么看这件事 鲁肃按照诸葛亮的嘱咐对周瑜说了一遍 周瑜听了以后 十分得意 一高兴向鲁肃吐露了全部真情 鲁肃装作很钦佩周瑜 而心里更佩服的是诸葛亮 再说黄盖正在帐中养伤 很多人对他深表同情都来看望 黄盖平常跟侃泽的关系最好 也最钦佩侃泽的为人和胆识 所以立刻把他请到内侍 侃泽问清黄盖跟周瑜 平常并没有什么仇怨 就猜出了八九分 周瑜打黄盖 是用苦肉计掩人耳目 黄盖说 我受吴侯三世之恩 一直没有机会报答 所以才卸了这条计策 啊 这件事 我可对谁都没敢说呀 今天我告诉你 是因为你是一位忠义之士 你我又是好朋友 我一向都很信任你 侃泽非常受感动 他拉着黄盖的手问 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到曹营去为你献一封假投降信 黄盖点了点头 是有这个意思 只是不知阁下肯不肯帮忙 侃泽满口答应了 黄盖立刻跪下来拜谢 侃泽忙扶起黄盖 事情已早不已晚 我想今天就走 黄盖的信早已写好 马上拿出来交给了侃泽 这天晚上 侃泽装扮成渔翁 划着小船直奔曹营去了 再说曹操自从派蔡中蔡和去东吴假投降 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这天晚上 他正在读一本兵书 忽然听着报告 东吴的一个谋士叫侃泽的 有机密的事情要面见曹操 曹操赶紧叫人把侃泽带了进来 曹操对侃泽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 然后大声地问 你既然是东吴的参谋 半夜三更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侃泽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 反倒带有几分讥讽的口气说 人家都说曹丞相求贤若渴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黄盖怕是认错人了 现在我正要跟东吴打仗 你深夜私自闯到这里来 我不能不防 那好 你就说说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为黄盖的事情来的 黄盖是东吴三世老臣 有过很多功劳 可如今却无故遭到周瑜的当众辱骂和毒打 他非常气愤 想投奔曹丞相以报受辱之仇 我跟黄盖是好朋友 对这事也气不过 所以特来替黄盖送信 说着 坎泽把信掏出来递给了曹操 曹操接过信来 看了十多遍 突然啪了一拍桌子 黄盖用的是苦肉计 让你来送诈祥书 这能骗得了我吗 来人 推出去杀了 坎泽却面不改色 一阵大笑 曹操纳闷了 你们的计策已经被我识破 你还笑什么 我笑的不是你 笑的是黄盖有眼无珠 错把你当成英雄 好吧 要杀要砍 随你的便 我从小熟读兵书 你玩的这套把戏 骗别人可以 却骗不了我 我问你 你既然真是来送投降信的 为什么不事先约好时间 而突然闯来 哈哈 亏得你还自夸 从小熟读兵书 我看你趁早快快收兵 否则一旦开战 你肯定要被周瑜生擒活捉 你没听说过 被主作妾不可定期 这句话吗 假若事先约好日期 万一我们那边没能按时行动 这边却去接应 事情肯定要败露 所以只能相机行事 不能预约 难道你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吗 曹操听侃泽说的很有道理 立刻改变了态度 并表示歉意 哈哈哈哈 请原谅 你们二人如果真的能够过来 建立大功 日后我一定加倍封赏 曹操说完 就让人设宴 好声招待侃泽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走到曹操的跟前 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 指定曹操说 哦 信在哪儿 快拿给我看 曹操看完密信 脸上现出了笑容 坎泽知道 一定是菜中菜和送来的关于黄盖受刑的情报 果然曹操微笑着对坎泽说 有劳先生 再回江东一趟 和黄盖商量个准日子 过江之前 先通报一声 我好派兵接应 坎泽说 我不能再回去了 还是带心腹之人去吧 如果再派别人 恐怕泄露了机密 还是先生去一趟吧 坎泽假装推辞不掉 只好答应 接着 坎泽架着小船 告别曹操 返回了东吴 坎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